即便是有大量伊朗武装和亲政佛民兵的帮助, 叙利亚政府军也一直面临兵力不足的困境。 在俄罗斯的支持下,叙利亚政府军从来不缺武器弹扰, 缺少的是足够的人手。 大量的坦克装甲车被击伤后来不及修理, 一线步兵尤其缺乏, 这里指的是那些敢于打向战的老虎部队是少数敢于打向战的部队, 但依然不占优势,战斗中损失,并不比极端武装少多少。 这也是续军一直在东南部四围导手围剿伊斯兰国武装不战不顺的主要因素, 续军步兵在一线作战中战斗力明显不如对手, 只能等后方猛烈炮击后才敢于前进, 一旦遭到阻击就马上停止进攻, 续军缺乏兵力,主要在于兵员不足, 大量的叙利亚民主,尤其是青壮年男子逃亡国外作难民。 此外,由于种种原因, 即便是现在的叙利亚政府军控制区, 其居民也分为前往右发拉底和东岸, 那里是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军控制区, 虽然情况也不怎么样, 但这里是叙利亚主要的产粮区和产油区, 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提供的援助, 至少还能找到口吃的。 此外, 次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 尤其是前期政府军节节败退的时候, 不仅出现整团整营的部队倒戈板对台, 即便是那些没有倒戈的部队, 也出现大量逃兵, 这种情况知道士军转入反攻之后才得以遏止。 然而, 由于士军待遇问题, 不要说心想, 连军粮都依靠俄罗斯提供, 不少士军士兵纷纷因此投奔其他武装, 这种问题不仅发生的士军, 各路武装都有, 那战摧毁了叙利亚经济, 青壮年少不到工作, 只能当兵吃粮士军发布强制征兵, 令都盯着不到足够兵员。 看出什么了吧, 前不久, 由于土耳其里拉暴跌, 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自由军实际工资收入, 大量士兵纷纷投奔HTS极端武装, 后者的工资是自由军的六倍, 当兵吃粮, 谁给的钱多给谁扛墙。 10月9月上午,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法德, 接触了一项历史性的立法法令, 赦免所有逃兵,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获得赦免, 因为新法令明确排除了因为害国家罪恶被通缉的人。 不过, 如果他们在接下来的四个月内, 对国外的人来说是六个月自首, 他们将被考虑赦免。 该立法法令还对2007年第30号兵立法及其修正案, 中所包括的罪行做出大事, 叙利亚北部和东部, 旭军目前无力进攻, 土耳其和美国的政治障碍, 俄罗斯无法解决, 就目前来看, 旭军控制区, 除了南部斯维达省之外, 已没有重大威胁, 所有的有威胁武装, 都已经在反攻中被击败, 但旭军控制区内有大量的小股蛋政府武装, 更不要说犯罪团伙了, 虽然其战斗力不高, 但却能对续军造成不小损失, 这些武装中的主力就是那些续军逃兵, 受过完整军事训练, 大兵战斗力很强, 甚至还有一定的指挥能力, 阿法德涉免逃兵, 很大程度上是要招安这些小股武装, 降低续军维护治安压力, 至于如何安置这些逃兵? 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被摧毁的经济提供不了多少就业岗位, 就在前不久, 旭军还刚刚盯着了5万新兵, 虽然少数部队遭到裁撤, 但旭军大规模复原还没有任何迹象,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